华人家庭的长辈常对年轻人说 做人千万不能忘本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过去 成就了现今的大马华裔呢 万达购物广场今年大胆发挥创意 以本土华人70年代风格装饰广场 希望借着长辈和后辈的历史关系 鼓励大家带着正能量勇往向前 老一代的可能它是回忆 其实回忆呢它是 他们回忆那是connection 是他们亲切他们相借的借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新的一代呢就是 我是希望他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 他们有了这个概念 他们可以重新去问问爸爸妈妈 那历史怎样到那年代好 悬挂在商场外的70年代画风海报 化妆人身穿传统服饰 拿着各式各样的新年物品 这样简单的一张平面海报 却给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新年气氛 场内中厅更是一点也不马虎 除了有红色灯笼和红色大景其微背景的舞台外 这条光明大道则预表着我国走入辉煌的一年 还有一张代表华人70年代体堂辉煌的乒乓桌 供大人小孩自由玩耍 很喜欢这些歌 想到我们小时候这种充满有新年的气氛就是了 这种表少看到了现在 尤其关但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那么在基隆坡 假如还有做这样子的方向是很好 我认为可以给我们回忆起之前有这样子的什么 就这样子的回忆 蛮好 我认为蛮好 如果细心留意 就不难发现 万达广场内还是有今年生效的踪影 原来它化身作彩色羽毛 躲藏在艳丽的花朵中 农历新年倒数12天 不妨亲自前来感受新年气氛吧 八度空间陈宝儿 万达镇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